喂 你给我听好了啊 两千万那笔生意 在签合同的时候 给我盯紧了 千万别让骗子给骗了 哎呀 现在这傻子呀 比骗子还多 同志 我是公安局的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做反诈题 送反诈题材 电视票的活动 您看要不要参与一下 不用了 只有傻子才会被骗 我是绝对不会被骗的 等一下 同志 我看您这面子很容易被骗 是吗 哎 警官 我这里刚好有一百块钱 来 看能不能被你骗走 把这一百块钱骗走的能力 我还真没有 但是 把一百块钱变成鸽子 这魔术我学过 一百块钱变成鸽巴 对 活的 会被这鸽巴 对 我不信 这么近的距离 你不可能骗过我的眼睛 来 电影给我看看 你看 这一百块钱 现在在我手上了吧 这不能算 我们得重新再来一点 这次 我不会被骗了 同志 我们现在在 哎 做题目送电票对吧 啊 对对对对 同志 我们这个是您答完这个反诈题 我们送您一张反诈题材的电票 你看 这么多票 我们局里搞活动 您 您 不带上家人一块去看看 这电影 特别值得一看 教育特别好 行 那您多送过几张电票吧 这不行 我们这活动是 答题送电影票 一人一张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电影票 得自行购买 当然 我们为了推广这个反诈活动 团购了很多电影票 这可比您去电影院 买便宜得多 是得好好学习一下 哎 你不会又骗我吧 这电影票是假的吧 怎么可能呢 您这样 您打开正规的院线APP 扫描一下 验一下这票 哎 是真的 那其他怎么买啊 扫码吧 同志 实不相瞒 我 再一次骗了你 其实 这碟电影票啊 都是假的 只有您手里这张是真的 哎 不行不行 警官 我们再来一遍 什么都不要说了 警官 题目 我来做 跳 我只要你手中这一档 同志 请原谅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啊 是为了警示您 这骗子无处不在 您一定得提高警惕 其实呢 您邀请家属去看电影啊 只需要在我这儿登记一下 您家属的身份信息 和电话号码就行了 到时候到电影院前台呢 出示一下 您家属的身份证 这就可以了 那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行我登记 您报给我 我报给电影院的工作人员 行 221 321 切不可随意套漏身份信息 什么意思 我看你是警察我才说的 不然我不会说 你好好看看 这上面的照片 是我